常常說 那用力量和決定 你能做任何你心想 但是說這些言言 和活著他們 是不同的東西 而且我父親也活著他們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次女蒂芬妮川普 過去曾為父親助選 拍攝廣告刊版 或是到造勢場合 為川普站台 吸睛度極高 如今蒂芬妮川普的公公 布洛斯也獲得川普提名 將在新政府擔任阿拉伯 及中東事務高級顧問 現幾個月來 出生於黎巴嫩的布洛斯 積極為川普拉攏黎巴嫩 及阿拉伯裔美國人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布洛斯除了與真主黨 相關人事交好之外 也與強烈反對 真主黨的基督教派系 黎巴嫩力量黨議員 保持聯繫 雖然不少黎巴嫩人看好 布洛斯上任後能助力 美國斡旋以離衝突 但川普內舉不必親 已經不是第一樁 日前他提名大女兒 伊凡卡丈夫的父親 房地產大亨查爾斯庫許納 擔任駐發大使 就讓外界質疑川普公器私用 甚至有打造家天下之魚 如今川普拔卓親家 擔任重要職務 讓外界對於他的選財標準 打上大大問號 三天新聞是非常報導